据报道,中国当局在联合国代表团访问东都决散之前公布了新的安全措施 敦促公众不要谈论集中营并挂断来自国外的电话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业米歇尔巴切雷特宣布 他将于5月访问中国并访问对维吾尔进行种族灭绝的东都决散 中国当局增加了通过霍尔果茨口岸通往欧洲的火车路线达到60条 并加强金夺东都决散的资源 据官方天山网5月10日报道 今年在霍尔果茨港新增次立欧洲航线 增加了将东都决散金夺的资源和强迫劳动产品 金霍尔果茨运往欧洲的班列数量 美国情报总监对国会表示 台湾在2030年之前 面临中国进行武力统一的威胁相当急迫 不过他未指出北京可能采取武力行动的具体时间表 并说目前并无情报显示 乌俄战争加速了中国精夺台湾的计划 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表示 中国正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这场战争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台湾的评估 不过他警告说 这不会改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目标 中国西藏航空一架载有122人航班 今天上午八时许 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时 偏出跑道起火 机上有11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撤离 40余名伤者已被送往市内医院救治 两个月前 该航单从昆明飞往广州时 在广西乌州商工失联 后被确认以垂直方式坠毁 机上人员共132人 其中旅客123人 机组9人5亿身还 百宫新闻秘书菩萨基当地时间12日表示 如果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美国将会支持 中国第四大房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 周四未能如期支付一笔7.42亿美元的海外债券的利息 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房地产业债务问题的关注 融创还发出预警 即将到期的其他债券利息也可能很难以支付 这是中国债务累累的地产业新一波 债务违约浪潮中的最新一例 由德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和日本 组成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德国拉开序幕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外长也将出席这期外长会议 会议将持续到5月14日